同志 我要买酒 想酒还是瓶装酒 随便 都行 女人慢慢转过身 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女人惊慌地把手中的酒瓶滑落 她慌张得不知如何是好 因为面前的这个男人 正是她的高中同学 而男人也想不到 在这个山嘎拉里 竟会碰到自己高中时期的暗恋女神 你 成立文 关雨波 雨波跟立文说 自己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到县城 现在又被委派到这里挂职锻炼 雨波问立文当年高考后 为何没去复读 立文并不愿意谈及这个话题 而是转身帮雨波打酒去了 一斤 五毛五 啊 把账结了后 雨波还打算说些什么 可立文一直背对着她 不停擦桌子 无奈之下 雨波只好先行道别 那 那我就先走了 嗯 等雨波离去后 立文还是忍不住偷偷看了看 雨波还没远去的身影 高中时期 两人是同桌 七十年代的男女生是不说话的 同桌也会化合为戒 好像无法逾越的鸿沟 而每次立文经过的时候 雨波总能闻到一股百雀鳞般的香味 那飘絮不定的清甜味道 激起了雨波的青春萌动 并深刻地烙在了她的内心深处 高考结束以后 雨波成为了全校唯一的大学生 而成绩比她好的立文 却因为一分之差 和大学生活失之交臂 大学毕业以后 雨波被委派到了偏远的公务寨挂职锻炼 到了乡里 她开始少言寡语 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生活 也没了盼头 于是整日借酒消愁 来到村里的公务社买酒 这才偶遇了自己昔日的同桌 立文的出现再次唤醒了雨波 对爱情的向往 她每日都会提着酒壶 来到立文所在的公务社打酒 可立文对她依旧如此冷淡 对方一如既往的孤傲 让雨波不知所措 可雨波不愿意放弃上天赐雨的缘分 她照常每天按时去公务社 终于有一天 立文把她的酒壶没收了 不愿意卖给她酒水了 在雨波软磨硬泡之下 立文这才同意 用自己的茶缸 给她打一碗酒 可当雨波接过来喝了一口 这才意识到 酒里面掺了水 这酒 我是掺了水 掺水 你卖假酒啊 就卖你一个人 怎么了 凭什么呀 我就是不愿意看到你一副 明珠暗头华才不遇的样子 立文越说越来气 索性直接把雨波挡在门外 雨波站在门口 祈求立文把她放进去 可不论她如何敲门 立文始终不愿意开 别无她发雨波开始耍起无乱 相信门呀 相信门 立文 不得不承认 死皮赖脸 对每个女孩都顶用 立文没办法 只能让雨波再次进来 到了房间立文 给雨波倒上了热茶 雨波调侃道 刚才酒里掺水 这回水里不会掺酒吧 立文笑了笑 说你想的怪美 雨波顺手把桌上的泰戈尔文集拿起来 说大学时期 自己也很喜欢泰戈尔的诗 他的诗 特别宁静 感觉很美好 就像你一样 立文一边织毛衣 一边跟雨波闲聊 雨波询问 毛衣是支给谁的 立文笑了笑说 就是瞎支而已 这也是雨波第一回看到 立文脸上的笑容 其实在她看似冰冷的面孔下 同样蕴藏着天真与善良 雨波瞬间感觉到偏僻的小山村 竟如世外桃源一样 幽静祥和 而那颗原本颓废不安的心 也开始平静下来 接下来的时间 雨波总是找各种借口去看立文 时间久了 立文对她的态度 也逐渐好了起来 而雨波也从立文的口中得知 她的父亲 本是城里的桥梁工程师 当年过来这里 修青江大桥时 遇到了她的母亲 两人很快坠入碍了 于是 立文的父亲就为了她母亲待在了这里 因为立文的大舅流落海外 所以 她的母亲近欲凄惨 经常被批斗 父亲看不下去 便去争辩 结果也被打成了右派 后来被发配到这里劳动改造 直到现在 父亲的问题并没解决 之后母亲病逝了 立文为了照顾父亲 便留下来 接替了母亲供销社的工作 雨波这才明白 这应该是立文当初没有复读的原因 听完立文的描述 雨波想要看望一下立文的父亲 隔天立文带着雨波 来到了父亲所住的山顶 这时 一群小朋友过来找立文玩 看到雨波后非常好奇 熊同志 那是你爱人吗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旁边的父亲也不难看出 立文心中 其实是在乎雨波的 于是在饭桌上 父亲准备劝说立文 面目表情地看着立文 如果能出去 走得越远也好 爸 我守着您 哪都不去 其实我觉得 这挺好的 我还想留下来呢 面对雨波的再次示好 立文只能沉默不言 他不想让雨波像他父亲如此 为了他留在大山里 隔天父亲再次跟立文谈到雨波 立文 我觉得雨波这孩子不错 我不会和他谈恋爱的 他是大学生 我算什么呀 我不想成为第二个我妈 立文的这些话 再次挫伤了父亲的伤心之处 不免再痛苦的回忆 终难以自拔 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雨波每天的殷勤 终于有了效果 两人的关系越走越近 一天 立文正在河边 听着随身听 忽然看到 雨波正在旁边洗脸 看着他的花脸 不由地笑出声来 而雨波则开始埋怨说 身为老同学 也不好好管下自己 自己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 那这我还早 这香蕾还没上街赶场 带你去我那儿 好好洗一干 雨波顿时发愣 不由地心中窃喜 之后 立文笑嘻嘻地说 你身上都是臭烘烘的 谁臭烘烘 你才臭烘烘啊 臭烘烘 哎呀 臭烘烘 臭烘烘 为了让雨波好好洗个澡 立文专门烧了好几锅热水 准备好后 他就在屋外守着 一边织毛衣 一边和雨波聊天 泥太多 把你们家盆啊 毛巾啊都给弄脏了 那你以后陪我新打 行啊 陪你一辈子都行 面对雨波各种表白言语 立文总是以沉默相对 这次还是这样 正在此时 忽然传出了急促的敲门声 两人都惊慌失措 原来室友香蕾过来购物 立文赶忙糊弄过去 香蕾离开后 雨波也赶紧洗完 穿上衣服出来 两人互相看着对方 不由地大笑起来 你还笑啊 刚才吓死我了 你怕什么呀 我 我当然不怕了 我怕的是你怕 隔天一早 立文和雨波河边齐网 今天收成不行 只网到了几条小鱼 立文把它们都放了出去 雨波开始调侃 你这条大鱼 什么时候可以网到 你这条大鱼 什么时候能让我网到 黑 你找错没了 山蓝昏尘 木烟萦绕 黄昏的河水 显示出诗意盎然的氛围 小河暂且阻断了两人 雨波呆呆地看着对方 忽然想到了古老的诗经 所谓一人再水一方 心中 瞬间觉得万千惆怅 夜色降临时 两人返回了立文的住处 炭火把阴冷驱散 照亮了寒山中的凄凉 二人 对坐在火炉旁闲聊着 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样的画面 更令人心迟神往了 外面几条闪电划过 慢慢吓起雨来 一声雷响之后 屋里瞬间暗了下来 只有盆里的炭火还留有余光 立文的脸被照得红扑扑的 黑暗掩饰了二人的尴尬 如此暧昧的氛围 让雨波补足勇气 于是对立文说道 高中毕业的时候 往你的书包里放了一封信 你读过吗 立文有些迟疑说 有些记不得了 都过去那么久了不提也罢 可雨波还是比较执尿 我想要告诉你 立文却说 水过三秋 有些话好比做梦一样 说破了就只剩稀碎 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两人沉默后对对视 在互相躲开彼此的目光 最后雨波淡然地说道 夜深了我离开好吗 最后的希望或许落空了 立文头也不抬地说 门边有伞 雨波迟疑了一下 还是起身取伞开门 默默地看着对方 立文依旧一言不发 雨波缓缓把门关上 看着心爱之人 一点点沉入黑暗 不禁悲伤从雨中来 泪水也如雨下 日子过得特别快 雨波的实习期也到了 她要调回到县城工作了 正如导演霍剑奇的 很多电影冲突一样 城市和农村 成为了分割爱情的 三八线 重剧就在一瞬间 而分开就得跨越万水千山 雨波找到立文 并告知了她这个消息 听到这些立文 先是稳定了一下情绪 然后假装惬意的样子说 真好 时间过得真快 你也该走了 雨波对立文的爱人事 特别坚定 她告诉对方 想要留下来 只要立文说一句话 她就可以在大山里留下 可立文还是婉拒 她之所以能够这样克制 还是想要把喜欢的人放逐 因为雨波并不属于大山 她还有更为美妙的未来 而自己更不可以 重蹈母亲的负责 也不想让雨波成为第二个父亲 自己因此内疚一辈子 为了雨波的前途 立文强忍心中的激情 在情感世界坚定地 打造了一堵围墙 阻隔了这段 本应美妙的爱情 临行前立文 给雨波送行 饭桌上氛围如此凝重 尽管有万般不舍 最后到晚餐了 我也陪你喝点吧 立文把织好的毛衣送给雨波 那也是从第一眼 便确认给她织的 雨波也把口琴送给了立文 那是她踏入大山时 陪伴她孤独岁月的 两人就此别过 或许就是永别 尽管青春 纵有躁动不安 和万般不舍 我们还是清晰地捕捉到了 特定历史时期 爱情的顾忌与克制 如此的隐忍和坚定 并非是悲剧 而是悲壮 从公母寨离开后 雨波经历了太多 读书下海经商发财 还曾为朋友担保入狱 雨波落魄时 再也没敢给立文写过信 因为她觉得 公母寨和立文 都是心中的净土 立文也是深山里孤傲的野花 尽管平凡 但也得去仰望 可在一次高中聚会上 雨波还是看到了 日思夜想的立文 当想到自己的落魄的经历 雨波不敢只是这个女人一眼 只是一本悲酒下毒 酒醉以后 也是立文不离不弃 一直在身边照顾她 这一晚雨波 也把内心的放纵 和压抑释放 隔天她 终于可以卸下心中的包袱 向立文表白 可立文还是坚定地拒绝了 雨波以为是自己落魄的样子 让立文看清了自己 而事实上立文 对雨波仍然抱有信心 我只想帮你 恢复一个男人的自信 仿佛命运安排好了一切 两人再次分别 雨波去往北京的火车上 发现立文在她包里 放了一封信和一达钱 信中这样说 原谅我没有留下你 把孤独无一的你 再次放逐在路上 这或许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我知道你是那种未道路 而生得天下克 只有行走才有意义 这微不足道的帮助 没办法支撑你漫长的旅途 但你是个男人 你必须重新站起来创造 去打拼属于你自己的未来 转眼好几年过去了 雨波终于在北京小有成就 但时代的变迁和内心的围困 让她迷失过自己 金钱和世俗 好像潮水一般冲刷着她的内心 每当百无聊赖时 她 总是会想到立文 梦到和她一起简单的时光 可有一天晚上 她梦到立文找不到了 于是迫不及待想要再见她一遍 万万想不到等待她的是一个噩耗 前几天立文因病去世 能够看到的只有灵堂上的黑白照 她无法承受这令人窒息的压抑感 只希望跳丧的习俗 可以让她的灵魂飞起来 她来到两人昔日玩耍的河边 好像快乐就在眼前 却又触摸不到 在立文的遗物中 她找到了当初的口情 还有毕业时留给她的信件 斑驳发黄的页面上 泪水依旧清晰可见 不知立文读了有多少次 我帮你书包里放了一封信 你懂得吗 我记不清了 雨波把信放到河中 伴随着河水的流淌 希望可以飘到立文的世界 匿述从村民口中得知 这些年来立文吃了很多苦 她曾嫁给一位司机 可结婚几年后 又成了寡居女人 独自照顾着瘫痪的婆婆 和一个女儿 去年婆婆去世以后 大家都认为 她可以轻松一些 没想到只有一年时间 她就身患癌症 留下了一个锅 雨波知道这些心痛不已 她唯一可以做的 便是把她的女儿 当成自己的孩子对待 只希望远在天国的立文 可以就此安心 这部1980年代的爱情 剧中没有一个爱子 却处处离不开爱 爱得太过无私和浓烈 爱得同样伤感和隐晦 那是一个百费戴心的年代 不同的环境 产出了不一样的爱情 那个年代的爱情 便是克制锦小顺微 生怕表白后 戳破了原本美妙的平衡 甚至朋友都做不了 尽管爱意满满 但还是坚持克制 温暖 年长 就好比骆驼翔子中的一句话 这世界的真话不多 一个女子的脸红 胜过一大段对白 不像现实世界 很多人的脸上涂满了胭脂 根本分不清是真情或是假意